非常惹人喜爱 但是野生亚洲象就不一样了 它们脾气暴躁 一般成群结队出动 加上皮糙肉厚 因此在自然界没有天底 犀牛 大水牛此类的大块头 它都可以轻松将它们掀翻 象群所到之处 就如同坦克开过一样 其他动物看到了都要绕道走 就算是猛虎也不例外 近年来 由于人类对森林的不断开发